这是一部要捂着心脏看完的电影 全程紧张到令人窒息 双腿不禁颤抖 不得不感叹 我们玩命吃饱饭 有些人吃饱饭只剩玩命 今天给大家带来惊悚刺激电影《坠落》 女人正在爬上一座万米高抬塔 突然梯子颤抖一下 紧接着螺丝快速松动脱落 整个梯子开始坠落 女人被悬挂在万米高空 还要闺蜜牢牢抓住了避雷针 拼命想要将女孩拉上来 但铁塔实在太高 随着镜头快速拉升 已经到了六层楼高度 地上的汽车也慢慢变小 镜头继续向上 来到了相当于二十层楼的高度 恐高的宝子们已经控制不住 双腿颤抖 可这还不算结束 高度还在增加 小汽车已经从地面消失 随着攀升速度越来越快 镜头逐渐到达女孩出事的地方 好在闺蜜紧紧抓住绳子 奋力绕上避雷针 可女孩还掉在上面不停旋转 闺蜜也用尽了吃奶力键 才可以控制住平衡 她一步一步向上爬行 闺蜜则不停收紧绳索 突然她脚下又滑 女孩瞬间又坠了下去 千军已发之际 闺蜜又拼命抓住绳子 才没造成悲惨事故 这次她再也不敢大意 努力往回拉拽绳子 伴随着一寸寸缩短 女孩终于抓住梯子 有惊无险地爬了上去 闺蜜赶紧安慰她 私立逃生的喜悦 让两人开一回大笑 并调侃死神调皮 这个玩笑有点大了 自己的尿不湿都湿透了 但在这样的危险高度 这次只是一个小插曲 后面还有更多景显刺激 当两人从私立逃生喜悦中回神 还要面临如何返回问题 稍有不慎就会下户口上新闻 两人拿出手机 却接不到顶点信号 本想发送求求短信 眼下已成为泡影 而这个地方 前不着孙后不着店 偏僻的狗都嫌弃 原地等待救援 就是等死 这时闺蜜突然想到 塔下是有信号的 于是编辑一条求求短信 用绳子将手机吊了下去 希望可以发送出去 可绳子只有15米长 为了尽量降低高度 闺蜜做了大胆的决定 在没有任何保护情况下 慢慢爬下铁梯 仅用一只手支撑整个身体 只希望能发出求求信息 随着时间流逝 闺蜜肢结酸痛再无法支撑 只能凭借超强身体素质 返回铁塔圆盘上 信息自然没有发出 这时女孩又发现 塔顶居然有个应急设备 里面除了一个望远镜 还配备一把信号枪 这个偏僻的地方如此荒凉 连只苍蝇都看不见 信号枪行动虚设 下面只有一辆 看似报废的房车 里面应该也没有人 正不知所措 女孩意识到 就在刚刚背包掉到下面 所有物资都在里面 没有水的话 两人坚持不了太久 一切都在加速两人死亡 尤其女孩的腿被划伤 得不到及时救治的情况下 闺蜜只能脱下外衣 简单爆炸 然后又脱下鞋子 将手机放到里面 再塞进去一个眼罩 将鞋子丢下去 洗手机别被摔碎 希望那条求救短信 能顺利发出 时间不知过了多久 塔尖上的风越来越大 不时有几只老鹰飞过 突然两人发现 塔底下竟然有人 两人拼命大叫 可高耸入人的铁塔 完全屏蔽声音 塔下的男人正在打电话 完全没有意识到 上方呼救声 眼看男人就要离开 女孩也脱掉鞋子丢头去 男人还是没有反应 再脱掉一只狠狠甩出去 鞋子打到铁架上 光当 男人这回终于意识到 却只看了一眼 便嫌弃的转身离开 女孩着急取出信号枪 却被闺蜜阻止 因为男人根本没有看向这边 这可是他们唯一机会 这时两人看见 房车内有人出来 于是两人决定 等到太阳下山 再借机打出个求救信号 很快 天空暗了下来 他们决定发射信号 伴随着一发子弹射出 瞬间映亮了半边天空 男人也看向了天空 赶忙拿出望远镜查看 终于发现两人 本以为迎来救星 谁知对方不但失而不欠 还趁机偷走了他们汽车 希望瞬间陷入绝望 熬过漫长黑夜 由于长时间没有喝水 他们嘴唇已经发干 背包就在下面 闺蜜却认为自己可以下去 虽然绳子看上去有点短 但也不能在此坐以待毙 于是他沿着保险绳下降 果不其然 绳子属实短了点 尝试多次也无法够到背包 无奈又做了一个作死决定 他用双臂将自己提起 再解开身上的保险扣 只用一只手抓住绳子 可依然无法够到 尝试了多次都差一顶点 闺蜜只能重新提起身体 单腿一蹬 奋力越了过去 虽然看上去惊险 好在成功了 他探头看去 发现下面的梯子全掉了 闺蜜取回背包 终于喝上一口水 然而如何上去又成了问题 他小心翼地站起来 尽管绳子就在眼前 却差一点点抓不到 想起背包里还有自拍杆 一只手抱住铁管 另一只手拿着自拍杆 奋力向前伸去 背包终于挂上绳子 然后慢慢放低身体 起身弹跳跃起 死死抓住了背包 此时他就像上钩的鱼儿 在半空中摇晃 女孩拼命地拉着绳子 闺蜜也凭借着强大身体 向上爬去 就当他伸手抓向梯子时 脚下突然一划 女孩瞬间呆住了 惊恐地探头看去 没成想 闺蜜居然抓住了背包 虽然没有发生意外 但她的手还是被划伤 现在只能靠女孩将她拉上去 然而对于受伤的她来说 是个相当大的挑战 女孩使出吃奶的力气 闺蜜终于爬到自己身边 从背包里翻出纸笔 写了求救信 夹在带来的无人机上 可无人机飞出不久 这边就显示电量低 在关机前的最后一刻 女孩按下返回键 无人机回到手上 也说明本次求救失败 第三天太阳有些毒辣 水壶也见了底儿 求生是两人必须完成大事 抬头看向上面的信号灯 或许那里也可以给无人机充电 尽管女孩的伤口已经发炎 但她必须想办法尝试 尽管塔顶的风格外强劲 女孩还是深吸一口气 纵身夹住铁管 奋力向上爬去 但越往上 铁管越细 加上狂风胡乱拍打 似乎随时能将她吹飞 这一刻 女孩心理防线快速崩塌 但求生本能告诉她 不能这样放弃 她重新调整状态 再次向上爬去 终于到达塔尖 忍着灼热将灯泡取下 充电器插入 无人机显示充电中 不知过了多久 女孩的手臂已经发酸 但这是他们唯一的希望 她必须坚持下去 一只老鹰掠过 发出攻击 差点让她松了手 女孩惊恐之际 坏鸟又杀了个回马枪 这一次背包掉了下去 幸好无人机还在怀里 但坏鸟已经把她当成午餐 来来回回寻找机会 女孩坚持再坚持 终于等到无人机充满 才缓缓滑下来 小心翼翼操作着 飞机出发很久 终于看到一家商店 就当两人看到希望时 突然一辆车冲出 无人机洗碎 希望也洗碎 而肇事司机没有意识到 上面关乎着两条人命 下车转了一圈 以为是谁家倒霉孩子调皮 回到车上 一溜眼跑了 另一边 女孩感到深深绝望 不如跳下去死个痛快 闺蜜却在身侧 细于安慰 一定要坚持下去 当画面变得虚幻时 才知道 一切都是女孩的幻想 因为闺蜜在取包那天 已经意外身亡 或许因为太过害怕 也或许因为自责 女孩始终认为闺蜜就在身边 看到这里 大家肯定会想 这两人脑子是不是有病 我只能回答你 确实有 一年前 女孩男友就因登山坠崖 正是青春年华丢了命 女孩始终走不出阴影 闺蜜为了带她散心 特意选了男友向往的地方 攀登世界最高铁塔 当两人到达目的地 女孩已经察觉到危险 高塔年久失修 暴费多年 总共600多米 是个玩命的挑战 但两人谁也没有退缩 当登上塔顶那刻 闺蜜更是为了博去流量 冒险拍出高难度照片 而女孩也终于释怀 将男友骨灰撒在这里 可来的时候好好的 回不去了 意外发生的猝不及防 女孩刚刚散去的阴影 加倍还了回来 闺蜜死了 自己被困几百米高空 再次进入黑夜 风很大 天空夹杂着雷上 女孩身心俱疲 睡了过去 第二天 一只老鹰飞来 盯着女孩已经发臭的伤口 就在她把自己当成食物那一刻 女孩看准时机 一把抓住老鹰的脑袋 终于吃上一口热壶饭 体力回归后 决定不再坐以待毙 看着闺蜜的尸体 做出一个惊人决定 这次 她将保险扣挂在梯子上 一步步向下爬行 最终安全落在闺蜜身边 女孩最后一次与她告别 提前发出一条求救信息 然后脱下闺蜜的鞋子 再用她的身体为手机做了金钟罩 推了下去 最终父亲收到求救信息 女孩最终获救 至此影片结束 这部电影叫《坠落》 上于2022年 本片设定的反转非常巧妙 而且过度自然 绝境也是藏层地近 本以为失去无人机 与希望擦肩而过已经是尽头 从有同伴到独子求生 又将绝望推进了一个层次 效果却是很震撼 对于全员路人的剧组和一个拍烂的题材来说 豆瓣6.19的评分 成器就相当不错了 绝对算得上是解闷家作 对于全员路人的剧组